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乐 我是老朋友宅老师 今天推荐给大家一款Picos上的VR高尔夫球游戏 漫步行游迷你高尔夫 这款游戏无论是在VR一体机 还是PCVR平台都是口碑爆炸好的 因为它不仅能1比1副个现实迷你高尔夫球的体验 甚至在球场场景的构建上超越了真实事件的条件约束 这款游戏的本体就自带了8座妙曲恒生的各式迷你高尔夫球场 以及其他更加具有想象力的10座DLC球场 每个球场都是开发者精心打造的18栋球场 这18个栋之间又是黄黄相扣紧密相连 同时具有逼真的物理沉浸式推杆效果 一旦你开始第一栋的尝试 就会忍不住想把18栋都要打完 我在游戏里除了考验你传统的推杆技巧 还会考验你对地形的观察能力 你必须要尚于利用场地内四周的高度差和特殊的碰撞点和坡度 借力打力用尽可能少的钢数把球打进洞里 可能有些国内的Picos用户不了解高尔夫球 会觉得这个VR游戏题材不太感冒 实际上迷你高尔夫对比传统高尔夫更像一个轻止乐园 你只需要完成推杆动作 并不需要多么进阶的高尔夫技巧 本质其实就好像我们童年手打弹珠 或者是看成另一种形式的打台球就行了 能够控制好力度和精准判断路线 就会让你在游戏里大放异彩 所以在漫步闲游迷你高尔夫VR游戏里 更强调乐趣而不是禁忌 用一句话总结的话 就是简单却又容易当人上瘾 除了默认的单人游戏 EV1在线快速匹配模式外 你还可以创建最多支持8人的4人坊间 跟自己的好友一较高下 多人游戏模式下 不仅仅是为了添加游戏的社交性 更是会因为玩家之间的息息 让游戏过程显得更加令人享受 因此这款游戏适合所有年龄和水平的玩家 也是我认为少有能让父母跟孩子 一起联机有望的VR游戏 如果你已经决定未来在家庭里 购置VR一体机 那漫步型游迷你高尔夫 是非常值得你考虑购买的游戏 游戏的控制方式也是非常的直观和易懂 创始VR游戏里对新手来说最无障碍的 你只需要握住其中一个VR手柄 很自然的将高尔夫球杆推入地面 球杆会根据你的身高和站姿 自动进行调整到位 不需要你选择各种长度不一的球杆 也不需要按什么手柄上的按钮 直接按照与球动的距离 自然发力推杆就能打出去了 当然需要你大弧度挥杆 打出完美泡物线的时候 还是需要你的技巧性的 清晰明了的控制方式 并没有减轻游戏的真实感 超精准的物理效果 让球与场景环境的碰撞反馈 非常具有说服力 小波是真的会让你的球起飞的 不起眼的小缝隙 也同样会造成你的球的路线变下 你可以选择按手柄的B外键 重放前面的击球动作来做审视 而抬起拿钢的手的话 就可以查看现在具体在第几动 以及你打了多少的钢数 游戏开发者同时还在你挑战球场的历程中 添加了收集要素的玩法 比如收集隐藏在球场缝隙和角落中 超过188个特殊高尔夫球 以及在困难难度通过寻保线索 解锁特殊皮肤的球杆 这些虽然是游戏的次要玩法的任务 但却能充分地告诉你游戏的最大的魅力来源 都是因为想象力爆棚的梦幻球场场景 与高挑战性的球动设计 不同的高尔夫球场都有自己的主题和风格 比如充满分车的山谷 阴森的哥特式墓地 挑满樱花的日系场景 而这些场景都是真实的球场很难做到的 同时场景里还伴有撞击的海浪 火的琵琶声 以及鸟鸣和其他动物的声音元素来凸显环境的氛围 持续更新的DLC球场里 你甚至可以在科幻小说 《海底两弯》里的鹦鹉罗号体验 打迷你高尔夫球的乐趣 可惜这些额外的DLC都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不过好在绝大部分付费球场里 只要有一名玩家购买的 让他开启多人游戏 邀请朋友一起游玩的话 也是一样可以的 虽然漫步前有迷你高尔夫的画面风格是属于low poly 并没有去追求画面的现实感 但它依然能够给你印象深刻的视觉效果 并在众多VR一级游戏里脱颖而出 完全可以算得上low poly的VR游戏画面里最为美观的 事实上如果你讲究图形画质的真实化 那就势必会丢失现有的梦幻风格 也就少了游戏突出的特点优势 因此卡通分的VR游戏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当然前提是你要做的足够风格化 而在地形丰富的球场里 你既可以快捷传送 也可以悠哉的用摇杆进行平营 同时游戏开发者还给了VR玩家一个俯瞰和飞行模式 你可以变成上帝视角 饱览整个球场的环境和18个球洞的具体位置 并传送到球场上的任何一个洞 飞行模式下则允许玩家在打球时围绕球场飞行 方便你用来在球场里寻找丢失的特殊球 或者在多人模式下观察你的朋友打球 不得不说 无论是哪个VR golf球游戏 确实都能带来最好的VR多人游戏体验 因为这种回合轮流式的击打 有着轻松曼妙的游戏节奏 伴随着多变且不可预估的比赛进程永远都不会无聊 最后如果你成为游戏老手 找找默契的每个球场的布局 并且能轻松打出低于标准杆的成绩 那你完全就可以试一试夜间模式 夜间模式下的球场不仅仅只是环境外观表象上的改变 每一个球中的特性都会重新设计 甚至有些完全不同 会给VR玩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总的来说 漫步行由迷你高尔夫确实捕捉了现实世界迷你高尔夫的所有元素 并在VR世界里进行了创新 他们花费大量心力所制作的各种天马行空的球场 让他们比真实的球场更大更炫酷 也让VR游戏体验有得超越现实迷你高尔夫球的别具一格体验 最后也是希望后续Pico市场能够同步玩到这款游戏的各种DLC附加球场 完整的向国人VR玩家呈现这款游戏的全部美丽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者 陪着VR成熟的罗尼密尔载读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